可能是年轻人 这个面对男女问题 老和尚里面都有讲 他说他爱你 听听点点头 假话 别当真 当真你麻烦就大了 他一花言巧语 你就心花怒放 你就在解难逃 你就不够冷静了 你要先看 他是不是真正有真爱 真爱在哪 首先他要爱他的父母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被得 而且再讲的彻底一点 你想找爱情 你只有痛苦的份 讲白了就是这样 为什么 一个人没有放下 我执 他怎么随时都替你着想 不是他的问题 是我们的问题 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你要去求一个 根本世间人做不到的事 你当然会痛苦了 你找谁 你找谁 谈爱情 找诸佛如来 就没错了 保证你满意 因为佛菩萨 他的爱是 无缘大识 同体大悲 问你这一生绝对成就 好 你真的还是要谈 我也横顺众生 你去找一个菩萨来做对象 可以 对啊 有可能 你发愿了 我结婚就是行菩萨道 佛事门真 门中有求必应 你得 多念 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 他真的挺慈悲的 啥都管 找对象也管 要生儿女也管 宋子观音 可是找对象这一点 我得补充一下 你找的对象 条件开清楚 不要到时候来了 你说 我希望 没戴眼镜的 他怎么戴眼镜呢 你到时候不要后悔 我们有同修 他的太太就真的就是写 连戴眼镜都写上去了 后来一对全有 佛菩萨有愿 他不会欺骗我们 但是你得好好修自己 因为龙交龙 凤交凤 都是感应 你自己烦恼重生 你要去赶一个 菩萨来 我看是 不容易 所以你求当中要 如理如法 去求 你要提升你自己 那佛菩萨就会去安排 是吧 老话上有讲 有一个人要求垫冰箱 都求不到 你要如理如法 你就一个人住 还要 那个是五十年 你一个人住 还要买什么冰箱 那不是很想享受的吗 我怎么讲这里来了 看看有没有年轻人 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 非常重要的抉择 你不学佛啊 你可能在这些重要抉择 你就没有智慧 去判断 去抉择 你不成功 你不成功 你不成功